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狂斬猛打 好 回到第三次的逼得慢步 恶人真是自有恶人磨 希望快點抓到這兩個女人 我覺得沒什麼理由抓不到 什麼事呢 其實真是好小事 但去到這樣 我真的覺得太過分了 首先事主就是李小姐和她媽媽兩個人 可能站在他們的立場 他們於是說話都有點不盡不失 我當是這樣的 但你到最後動手打人 始終真的太過分了 我覺得這些人 我不知道是新移民還是本地人 我覺得不關新移民的事 本地人都有很多欺人 好了 港鐵元朗站 兩天前發生襲擊案 事主李小姐和另一透露 事發時同媽媽 聽著 推著嬰兒車 嬰兒車載著兩歲的嬰兒 即是兒子 後面一對母女說她阻路 於是她就讓開一條路 讓開一條路之後 仍然受到指馬 這個未必是很長時間 可能讓開一條路之後 為何你阻礙著 為何你不要走 整條路都走 於是就有爭執 可能 即是我不會站在 那個多了人的後面 可能她說 不就讓我給你 那麽多事就說 又會這樣 接著 這個李小姐就報稱被對方 枯頸施閘 她一度嘗試截停 這一對母女 一對母女就走了 又不成功 港鐵的精源亦都沒有協助 令到兩人成功 登車而去 這樣說 老實說 傷喊不要後就緊了 我經常說是 其實Day1最錯是甚麼呢 就是 你不要走整條路 但這個不是很大的重點 那麽別人呢 別人說 麻煩借過 你讓開路 這個我當你是有樣的 其實後面那兩個 就不應該再說話 是吧 即是別人不讓你 那當然要跳咎 那麽別人 是 讓你 因為你做些縱頭 不是 這樣說 因為我明白的 他可能是 因為路又窄又多人 他可能 有時有些位 可能是間開了 這個去入 這個去出 不是很闊的 其實他應該要前後走 他們呢 我懷疑 並肩而行 就推出車 就阻礙著後面 但是縱然是這樣 你又有樣子 跟著他講 你說如果沒有樣子的話 其實就別人過 就算了 你正常來說 應該就是那兩個人 過的時候就可以繼續吵 在那邊坐著 聰明一點 就是自而自類 實際上是這樣 那你呢 本來養給他 沒有問題 那什麼事啊 養給你 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 真是茶杯力的風波 這麽少的事 你說現在幾個臭弟 是女兒來的 是幾個女人來的 除了一個嬰兒兩歲 李小姐說 星期日下午 跟家人搭輕鐵轉搭西鐵 下車之後 需要走一段路去元朗站 由於他跟媽媽 推著再有兩歲的兒子的寶寶車 所以走得比較慢 後面一個灰綠衣的短髮女子就不滿 爆粗話他們都阻礙了 那為什麼呢 除了自己的manner不夠 這個短髮女子之外呢 他可能呢 我都不要說平時 給社會壓力不關事的 是平時是有 因為有些人很習慣這樣走 即是一排人走 那他就很不滿的了 但是這個女生也不需要 發洩在他們的制度 其實是麻煩你借借 那就可以了 就是 阻攏住了 那就沒有必要了 於是乎 李小姐就拉開母親養路 這個我沒有猜錯了 即是他們平排 拉去讓老 誰知 兩母女走過時仍然不斷斥馬 李小姐心感難受 就跟媽媽說 我這樣罵人都可以 是不是呢 結果被對方聽見 繼而發生生質 如果跟媽媽說 我這樣罵人都可以 其實真的沒有品 你這樣罵人都可以 其實都真的沒甚麼 但是當你喊架的時候 他走前面 他一聽你這樣說 那實在是 甚麼傻事啊 為甚麼人罵得你 你阻礙條路 其實就是這樣 你罵得他 其實大家罵一下而已 但現在的人很粗 好了 李小姐說雙方爭執期間 對方的老母 首先出手推撞 可能推 像伊罕打那樣 把他推過去 好了 女兒就一度衝到 BB車上 即是說對方的女生 我不知道 你看片 衝到BB車上做甚麼 都不是你站在BB車上 還是想衝到BB車上 扔你的BB 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搞到這樣 我就已經去到這個位 現在一面之遲 我就完全覺得這兩對 過真是短髮女子 太狠狠了 你抓到BB車上做甚麼 好了 李小姐擔心兒子會受傷 馬上跟媽媽擋在車前 雙方再起口角 一度糾纏 李小姐是抓住對方的媽媽的手 突然似乎 對方的女兒 看到這樣的環境 就哭著她 哭著她 最終李小姐和她媽媽 在兩名女兒 會有人下協助 才可以逃離 原來只有兩個女朋友 四個人 四個人真的可能阻礙人 但你阻礙人就阻礙人 沒有洋糕來 好了 隨即 有人打人 救命 對方見她說 咦 要叫救命 又說報警 急急離開 好了 李小姐去到元朗站之後 她又發現這對母女的蹤影 於是乎就上前攔截 李小姐就說 有人站在那裡再動手 那你去到這裏 那裡當然要動手 你報警 你叫救命 李小姐就不滿港鐵職員兩道 都沒有幫手截停對方 港鐵職員就說 喂 我不能夠截停人的 所以被兩個人成功登車 那些逃之夭夭 她認為打人者 理應負上法律責任 希望警方儘快將有關人士拘捕 你們兩位 我覺得是否打人是推撞 但推撞就是打人 擦頸 然後你抓住她的手 她又哭頸 不是擦頸是哭頸 即是她抓住她老母的手 好了 我們先說一下 港鐵回覆記者的查詢就說 根據紀錄 星期二日下午三點多 全晚線元朗站職員接獲乘客通報 說該站大堂有乘客爭執 隨即上前了解和嘗試勸指 喂 打人了 發生爭執的其中一個名女乘客要求報警 車站於是透過車控中心報警求助 雙方之後才走上到月台 在月台後再相遇再發生爭執 職員繼續嘗試勸指事件交由警方報告 為甚麼 你沒有這個責任的 這個不是義務不是責任 但是 都應有知意來的 如果小仔兩位不要走過一 這位小仔報警 我想你們等警察來到 你們才好離開 我收緊的薪金當時是誰能事 你平時就不要這麼囂張 平時趕人撿飛都很囂張 老實說 我不覺得你們會犯上那些甚麼 非法禁錮的 兩位 現在你們小仔報警 我想你們警察來搞清楚 先走了 就無謂令我們難做 如果你們想過多囂張 你們想過多囂張 那些日子不回 那當然他們的心態會悉悉嗎 他們轉圈還沒轉得好彎 他們轉得好彎 我沒有說好彎 你只要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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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快去走路 你們總是走路 你只要走路 你們只要走路 你們只要走路 你只要走路 你們只要走路 你們只要走路 有一部 那些日子 我聽到的 要趕去死路 我豈不是叫我 這次說 那些日子 再個月 走路 說你去死嗎,這也是吵,其實所有事都很小事, 你一搞到你,動手動腳,動手就蝕了, 還說要衝動人的嬰兒車旁,讓警察去查, 這件事根據那件事我不知怎樣說, 這件事涉及我們的朋友, 因為我們的主辦方是我們的朋友, 就是講香港國際桌球明星賽, 很簡單,不知為何,其實剛剛搞完, 可能你都搞得不錯,再有人搞,找奧蘇,特林普, 特朗普,傅加進等等, 雖然威廉斯後來就缺陣,因為不舒服, 來到香港再搞一個叫做香港國際桌球明星賽, 現在有甚麼風波呢,就是在新醫館的時候, 票價888,138,238和3300, 最貴非球迷就有些投訴,為甚麼呢, 因為最貴非球迷就在球桌四邊, OK,好了,而當中有一些位,可能是, 因為他們是平的,他們是, 即是同一張球桌, 這些就在上面, 是高一點的, 這些是加一些椅子, 是的,加一些椅子是平的, 反而最貴非那些看得不清楚, 那些股炒了, 三千多元, 好了, 這個浦江大體育學院的執行主席, 就說, 其實整體反應都滿意的, 而他們呢, 所有參考呢, 亦都參考了上次, 或之前桌球總會辦的賽事, 那些無論是票價, 怎樣擺在座位, 但是呢, 他說真的很難, 客觀這樣說, 買三千三百八十元的門票, 應該看到甚麼呢, 因為這張票價的考慮, 除了靠近位置, 去看球之外, 亦都有機會跟球星拍照, 握手, 是吧, 他說如果你要角度好的, 其實, 八百八十元, 可以看成全台, 可能是大日圓, 你如果想跟球星接觸, 是吧, 又要有, 最好是畫面旁熟, 你不如看電視, 那, 就當然有些串嘴, 是吧, 雖然他講的事實, 但你真的不能這樣說出來, 我都說了, 我們真的很難做評論, 因為他呢, 這個主辦方是我的老友來的, 那麼, 許正道又說, 但當場呢, 他們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了, 就是給二千三百八十元的座位, 給這些球迷, 那二千三百八十元的座位, 可能都是近一點, 也都清楚一點, 也都清楚一點, 也都差價呢, 都馬上給他們了, 他說呢, 籌備的時候, 參考了二零一七, 二零二一年, 在新衣館那天的香港世界賽球大師賽, 那個情況的, 他又說, 亦都聯絡過香港桌球總會去層次協助的, 他說現在做生意都不容易的, 他找政府全力支持, 就說濫用公帑, 不找政府就說商業吃上難看, 但是訂場館也都不容易, 那怎麼搞呢, 這樣說, 不過, 香港桌球總會, 昨晚就在社交平台發文, 就說, 小編都一樣, 很同情在醫館的各位, 我們真的完全沒有份參與, 就跟賽事劃清界史, 正在落朕下石, 你說, 曾經聯絡香港的桌球總會, 尋求協助, 但你聯絡尋求協助, 跟他有沒有協助, 落到來, 就不知, 但我真是不知發生甚麼事, 我真是內部了解一下, 因為老實講, 你始終畢竟, 雖然不是桌球總會舉辦, 但如果有人想舉辦這些賽事在香港, 那麼多桌球總會, 我覺得他沒有一定的責任, 但都應該是落於, 去和大家分享的, 我真是可以知道, 即是幾件事, 不過, 低藥總會是否落於分享, 不知道, 可能是的, 當然, 你多謝鄉老, 我又沒有我睡覺, 沒有我睡覺, 沒有我睡覺, 我教你, 這就是最主要的, 即是第二, 你差不多之前, 可能沒有經驗, 沒有經驗, 搞這麼大人的賽事, 一開始就沒有虧了, vigil大堂 Santo, 你一開始就不同了, 一開始寧願虧了, 你可以有做什麼事, 你不認識一定很難, 來不認識, 不能認識maybe, 你對比前兩次他票價跟高選擇是怎樣的, 就是, 不是啦, 他票價但不是參考前, 參考 VRہ就即是訪港, 今天死定了,那是錯誤的, 其實暗暗暗都被人吵,其實都是貴的, 貴了幾千元, 其實怎樣去談那班球星回來, 我想也是這樣, 想著楊無出自楊身上, 因為他不是出球總會, 他未必有一個collection 跟球星和經理人有一個長期的關係, 你突然這樣搞,便會付錢, 那你慘考了嗎? 那便死了, 另外這個要表, 我們先出一張照片, 這一個就是國泰飛機餐, 有乘客透露在澳洲飛回來的時候, 在商務艙, 吃殺力的時候, 竟然見到一隻完整的大飛蛾, 屍體, 隨即吐胃痛和兩牙不論上吃的那, 我才不要懷疑這個飛蛾, 是否你放進去還是怎樣, 我覺得是真的可能有成年情形出現, 但是, 我不知道人家怎樣, 即是我問我代表人, 如果我吃完東西是這樣的, 我會不會不吃, 甚至乎都會投訴可能, 但我會不會因此而, 你後來胃痛和兩牙吐肚, 我不會, 你知道我吃完飛蛾落肚, 我也不會胃痛和兩牙吐肚, 我講我自己, 有時候你真的看不到, 突然有隻飛蛾, 是的, 那你會不會因此而, 兩牙吃不到東西? 我沒有試過, 是否呢? 就是, 我即是覺得很奇怪, 我吃飯在茶餐廳, 有些蟑螂腳有些, 我隔壁那邊試過有整隻蟑螂, 都沒有試過連續吃不到東西, 老實講, 我不是說我對, 也不是說我大量, 有時候, 我碗湯, 或者我一杯東西, 如果你是烏鷹, 蟑螂腳這些, 我會怎樣做呢? 我不是叫人家, 我只能開它, 我會這樣喝, 我沒有問題, 蟑螂腳都接受到, 接受到, 那整隻蟑螂呢? 整隻蟑螂一定會, 一定要, 整隻蟑螂飲了, 那幾個東西, 不是, 那他都, 我都換個杯而已, 但是, 我覺得整隻蟑螂, 或者是飛蛾, 真的, 你們出去賣東西的時候, 我講做餐廳, 當然有時候看不到, 比如你一杯奶茶, 在下面的蟑螂, 你看不到, 做廚房小心一點, 為什麼呢? 我, 注重衛生這個必然, 不用說, 不要爭, 因為你在家裡煮東西, 有時候都難免會有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它飛一隻, 譬如, 我的湯, 放在那裡, 吵你, 我兩個人飛過來, 吵你, 你死了, 吵你跌了下來, 都會有的, 但是你買的時候, 是否要看一下呢? 有時候都會飛矮營, 沒有辦法的, 是吧? 好了, 這名乘客說, 和空中服務經理投訴之後, 對方承諾48個小時內有交代, 但最後一個星期過去, 國泰營未有音訊, 要吵的, 就是這個, 你說空中服務經理, 有沒有報告給公司, 如果沒有, 空中服務經理, 一定要懲處, 如果有報告給公司, 公司為什麼不處理? 你說, 喂, 你救救我, 吵你, 我不相信, 吵你, 打官司都可以的, 你要處理, 為什麼不回覆? 國泰, 這個乘客, 在facebook群組發文, 說一家四口, 在3月16日, 乘國泰, CX138, 商務客位, 由澳洲式微飛回香港期間, 他家人, 在飛機上, 吃東西, 吃沙律的時候, 你老實講, 不是說什麼呢? 商務客位, 那個沙律, 那麼少, 還是你吃了好多, 才在底下發現呢? 我想, 也是, 沒有可能, 我不覺得有人, 會無聊到, 帶隻飛鵝上去, 放下去, 但是我只看這個器皿, 都不想辦法, 以前我搭商務, 真是很hyper, 酒店那樣, 我慢慢選擇, 看這個器皿, 真是不想辦法, 你怎麼這樣殺, CX真是含糊, 含糊塞子, 總是含糊塞, 如果這隻是林鄭月娥, 你更糊塞, 林鄭月娥, 我馬上吃下去, 我馬上吃下去, 吵糊塞, 真是一隻吵糊塞, 吵糊塞, 吵糊塞, 突然間發覺, 有一隻飛鵝屍體, 在食盤裏面, 投訴人說, 時間一個星期, 毫無回覆, 乘客說, 他家裏人隨即作嘔, 作嘔不期的, 有些人真的是, 你也接受了我, 還有胃痛, 胃痛就有點奇怪, 只有兩天吃不到東西, 乘客說, 當時空中服務經理, 承諾48個小時內, 會有跟進和交代, 我覺得這個空中服務經理, 是一定有報告給公司聽的, OK, 但是48個小時後, 仍然未有人聯絡他們, 跟進家人的健康情況, 事解一個星期, 仍然未得到國泰回音, 那名乘客說, 國泰服務一落千丈, 希望管理層正事問題, 國泰航空說, 知識事件之後, 已經安排同事和顧客聯絡, 正就事件作出全世界調查, 並再次為受影響的顧客, 充心自協, 老實說, 不要說一定是否顧客, 對如錯, 可能顧客屈膠, 你都不明白, 不明白的, 不知, 查對, 查,不要說要應握, 但是, 沒有理由, 整個星期你不回覆人, 最基本的禮物, 要回覆人, 你屌射他都要, 回覆他, 你弄得錯, 我們有屌射你, 你給多些時間, 我們查他, 你不能不回覆人, 國泰, 日日Email我, 他又說有什麼特價機票, 又說不知有什麼, 復居, 收工發家, 屌射你了, 真是含家產, 屌射你了, 最慘的是我們大灣區航空, 炫銷航班, 否則我要多搭大灣區航空, 休息一會, 該分 battling 策呢, 真是 那一門再結識城市貨蒂, 真是